全民解答 军之命法 他说 这首摆短的时候 如何把球能够摆得更转 批词堂的时候呢 如何能够把球的落点控制好 那么我先来讲一下 批词堂和摆短的问题 那么其实这个批词堂和摆短 我们之前已经拍过教育上 很多人对摆短 对摆短这个词的概念 有点分不清楚 摆短的作用是什么 不管是正手 还是反正手的摆短 摆短的作用是为了控制球浮现 它不是为了制造旋转 所以你这个问题问得什么 如何把球摆得更转 这样问本身 它就是对这个概念 模糊不清 那么批词呢 批词的作用是什么 主要是控制球的落点批词 那什么球披过来比较有威胁呢 长是一方面 长就是要靠近对方球台的摆短线 越靠近摆短线 它的威胁越大 第二点的批词 要批到对手的追身队 什么叫追身队 就是人障碍的时候 在升起了这个中轴线 就是我正前方的右手一点点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叫追身队 这个位置呢 反手去处理 要过来一点 正手呢 又要扯 所以这个追身队 不管是正手 反手它都比较慢受 这叫批长的这个作用 那么白短怎么来摆 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拍过教育视频了 你也可以看一下 白短是控球技术 它主要去控制球的弧线 那么有一些球过来 它的弧线会比较高 甚至是上去 对吧 那么这种球一想把它控制 白短怎么处理 手腕要抖动 然后呢 这种弧线高的拍面 要力的多一点 把拍面立起来一点 向下去抖动你的球 其实低的球很简单 低的球 碰一下 对吧 借力借旋转 就可以了 但是高的球白短 那么你的手腕 力点 看一下 在弧线 弧线 弧线 白短 手腕抖动一下 好 这个位置 往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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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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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